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一个非常鲜的款式 它的名字叫深海宝石 首先我们要给这个款式打个底色 在里面加一些透明凝胶和它调和 使它的这个背景看上去能够有一些清透感 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以后 平刷整个假面 假面上刷一次就够了 因为我们只是打一个简单的底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再做晕染 所以影响不会很大 刷完以后照灯 打完底色之后我们就需要来做晕染 那么晕染的话 这个款式中我用到了好多个颜色 但其实它就是两个色系 一个是蓝色系 一个是紫色系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色系的颜色调和在一起使用 会让它看上去更加的梦幻 操作完以后呢 我们就照灯 我们取这个适量的胶 然后在这个已经擦去浮胶的磨砂封层表面 画上你想要画的路径 这个线要画的稍微厚一点 这个胶要稍微多一点 让它有凸起的状态 除了围绕着这个色块拉出边界以外 我们可以将它往外延伸 再画出一些纹路的状态 画完以后照灯 然后去按上这个转印贴纸 做完以后一定要记得加固 加固完之后 我们可以不要马上照灯 可以利用这层胶 我们去做一些晕染 这里用到的颜色是 琥珀色系的一个透的深棕色 和一个透的浅棕色 利用圆头笔在这个线条的周围 可以做一些渐变的晕染 晕染完之后就可以照灯 照完灯之后我们可以再次在这个做过晕染的部分叠加一些棕色 晕染完以后记得照灯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用到深棕色和长细线笔 我们要在甲面上拉出一些极细小的裂痕 那么这个裂痕拉的时候一定要拉得很细 要跟刚才的这个粗线条有一些对比 线条的走向可以随性一些 线条一定要有这个转折点 要有力度不能是软绵绵的 这样的话效果就不是会很好 拉完线条以后先不照灯 可以用圆头笔 把这个线条的局部稍微做一些晕染 这样呢这个线条看上去呢就会有立体感 照灯 最后在整个甲面上刷完封层就完成了 同样我们还是使用这个透蓝色 透紫色以及我们刚刚提及到过的 一些特殊的带闪粉的颜色 在这个已经做完底色的甲面上面 随机的去铺一些色块 然后呢也把各种颜色随机的晕染在一起 可以在这个色块的边缘稍稍加深 然后呢在它的这个色块内部呢 可以形成一些条状条纹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做完第一层先照灯 同样我们做完第一层之后 会在第二层继续叠加 把较深的颜色先画出一条分界线 然后呢我们再利用稍微透一点的 这个同色系的颜色 去给它做一些渐变晕染的效果 做完之后照灯 第三层我们一样可以叠加一些较闪的颜色 在这些交界处增加它的这个清透感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透的棕色 在这个实纹的空的这一块区域 做一些渐变晕染的效果 做完之后照灯 铺上一层透明凝胶 然后我们取适量的胶 随意的沿着某一个方向 去拉出这个实纹的效果 拉完线条以后 我们再利用圆头笔或者平头笔 将这些线条的局部晕开 然后照灯 用这个细线笔 用白色拉出一些随机的线条 然后我们再利用平头笔 沾取透白色 将这个线条的一侧晕开 做出渐变的效果 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断层感 照灯 最后涂上封层 这个非常鲜的款式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巧妙地做一些搭配 将它们配合在一起 如果全手都是同一个形式的话 也会显得有一些过多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随机地搭配在一起 大家快尝试一下 记得交作业 不要紧接他 那么ค优先除了 都应该のは 这个工程都isf意不 sencill碍